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今天西方是星期四正月二号2020年,感谢赞美主,东方已经进入了三号星期五,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回家了,好,要记得永远的感恩,永远走真一路,永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寄心寄力寄意,寄人去爱我们的上帝,感谢赞美主, The love of God, the Lord with all heart, all mind, all soul, and all strength,OK,好,那我今天呢,谢谢弟弟华强昨天上来的灵敏之良,但是我今天就选了这一篇前几天的,就是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你说为什么莉莉今天读这个呢,因为看到的一项当中,有这个镰刀, 那这个镰刀呢,我相信说这个镰刀是我们被提之后留下来的基督徒呢,他们要献上自己,作为伙计,才能够进入天国,好,还有一个就是,成为主的仆人,要献上自己, 那ACC Coffee每天先来的灵敏之良,大家继续努力,好,今天我也先给大家一个link,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但是比较重要,这一个呢,就是几年前,好像是四年多之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他们都是讲到历史的, 这个John Pilger,然后当然也有看到那个历史专家这些讲的话,这个故事是真正的,这些事情发生历史是真的,看到其实我们一路来都被人家骗了,因为马来西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的历史要怎样写就怎样写,然后呢,很多连中国的华人,我知道中国人都不知道自己以前的历史, 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怎样以前在1900年吧,就是1900年前,不是1900年,就是差不多有100多年前,那英国人呢,他们很喜欢出卖主耶稣,真的太过分了,出卖主耶稣,在当中呢,英国跟美国, 也去卖主耶稣,也去卖主耶稣,但是还没有,我相信还没有卖主耶稣之前,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回去看一下,那他就卖鸦片给中国的华人,卖鸦片给中国人,中国人被他们骗了,很多人吃鸦片,吃鸦片了就对自己的国家防卫这些就不强壮,很衰落了,那国家就被他们控制了,被英国跟中国控制了, 所以在其中后来毛泽东起来兴起革命 把中国堕回来 所以有时候以前他们乱写历史 我们读了一些历史就觉得毛泽东很坏 这些这些其实不是这样一回事 大家去看这个video一下 会懂得英语的人尽量去看一下 尤其是当中有讲到美国怎样用几个岛屿的人来做他们的试验 那你可以把它跳下 然后就从快要中间那边开始就讲到中国 起初又讲到中国 走到将近一半还没有到一半那边 又从讲到中国那一回事 大家一定要看 就连中国的华人也一定要看 那讲到卖鸦片 卖鸦片是中国衰落了 被他们控制了 然后他们当中很多现在美国的政治家 他们的父亲或者是他们的奶奶 他们的爷爷这些 或者是公共他们都很有钱 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做卖鸦片的 卖鸦片去中国的 所以他们赚了很多钱 那美国现在还是继续走一样的路 加拿大包括加拿大 现在他们不能够读中国人 不能够 现在还有其他国家也是被他们一直在读 一直在读 好像在中东的地带这些 但是呢 现在他们读到哪里 读到他们自己的人 读到加拿大人 读到美国人 读到英国人 读到欧洲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怕年轻的一代 很怕人们有聪明智慧 去反看政府 所以政府就鼓励了 吃也不是鸦片 现在是吃他们叫做 Week Marijuana 或者其他的东西毒品 是他们的头脑 你年轻的 现在年轻的已经有到中年了 都 你看现在清他的管 又突然间亮起来 突然间亮起来 就是说这件事 一定要大家要记的 所以这边的西方国家的年轻人 当然也会进入中年 现在已经进入中年 都是头脑愚笨了 为什么很多都是吃毒品自杀 吃毒品不会读书 吃毒品愚笨 不懂得怎样赚钱养家 不懂得知道个怎样 好爸爸好妈妈 这些事情 真的很凄惨 他们为了钱 我们一直讲说 花得很爱钱 一直抓起来很爱钱 想不到西方国家 很多这些有钱人 都是偷钱 都是害人的钱 所以大家 现在也害了自己的国家 他们不管 他们不管 为什么呢 他们只要他们政治家 能够继续做首领 能够继续做总统 能够继续做首相 能够继续做政治家 能够赚很多钱 要什么就什么 他们的权力很大 他们刚愿牺牲他们的国家 他们的人民 所以很凄惨 现在西方国家 可以讲说 也是一个报应 以前就是 现在还有很多国家 在他们的管制之下 当时中国不被他们了 俄罗斯也不被他们害了 俄罗斯以前也是被他们害 这很凄惨 后来中国也是 所以现在这两个大国 不再被他们害了 所以就兴起了 一起努力 他们手拉手 中国和俄罗斯 感谢他们 在2009年就开始叫我们 为这个俄罗斯祷告 然后Kelman是从中国灭 我们当中也为中国祷告 当然神说 你为我的子民祷告 我一定祝福你的子民 神讲过的话 他一定成就 所以今天俄罗斯 跟中国就手拉手 大家也要想到 不要说 阿里利亚 好像你在夸张 你们的一群里面 大脚者 不是的 这是神的旨意 如果神没有叫我们 我们也不懂 我们连历史都不懂 OK 所以大家要记得 上帝是万能的 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的 是爱每一个种族 每一个国家 OK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 一点话 花一点时间来看 中国以前怎样被西方国家 亚迫 怎样被他们控制 好 所以 为什么主义是说 西方国家 出卖了他 出卖了他 用基督教的名称来 亚迫人士 好像是中国 以前俄罗斯也是 都不会看到上帝 都不会看 都不能够相信 圣经这话是真的 为什么都已经盲目了 都已经被西方国家 这些叫做自己是基督徒 做的这些卑微的事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 要不然你不知道 一直认为说 毛泽东很坏 共产党很不好 这些 其实大家要知道多一点 现在可以讲说 如果突然间中国不是共产党 一群的政府 现在中国的政府有一派 只有一个 没有两派 那他们所以叫他是共产党 共产党如果变成两派的话 你可以想象到 整个国家都乱了 所以大家要感谢主 中国现在是 我很感谢主 现在是共产党 只有一个党派 只有一个党 不像美国有两个 真的很感恩 如果有两个搭起来 是怎样的国家大乱 所以大家谢谢张帝 给我们的祝福 也照顾我们华人 从天下 也求神 继续照顾俄罗斯 以及世界上的 每一个种族 每一个国家 真的需要 祝耶稣快快的来 好 那我就读礼命之良 这边是讲到 献上自己作为活祭 那礼命之良 让我们应着神的爱 再一次将自己献上给主 将圣体献上当作活祭 不是勉强的 乃是刚性乐意的 欢喜快乐的 将自己的一切 也献给最亲爱的人 是最喜乐的是 何况是献给至高 荣耀 慈爱的神呢 这上帝呢 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呢 对最爱的神 只怕没有什么献上 献得太少 献得不够 对不对 不能够到讨神的血 然而我们没有别的可献上 哪可以献上什么 自己的身体 这是他所要求的 能讨到他的喜悦 讲到这边 等下我会读奇事录一下子 关于这个镰刀 刚才看到一把镰刀 还有大概是几个小时之前 也看到圣灵拿着一个容器里面有 好像血是什么 他就要摇摇摇 然后倒进去那个洗碗盆 出来的是血啊 出来的是血 所以呢 也看到镰刀 然后我读那个经文 我相信是讲到 被提之后 这些基督徒要经过很困难的日子 他们要献上自己作为活祭 才能够走到最后 所以他们要经过 这是非常痛苦的 好 我们继续努力 那献身为活祭呢 乃是将自己呢 现在进台上 不是一次死了 乃是天天为神活着 相对死掉 时刻上就神 将自己献上 我会借下去 感谢赵美主 将自己的光阴 完成的献上 将自己的力量 全部的献上 将自己的心 自己的爱 都一起献上 大家想一想 我们这一群人 是不是每天都这样做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 所以大家 今天还在这一大群里面 因为我们大家 将自己的光阴 时间完全的献上给主 将自己的力量 全部的献上 OK 就算生病 就算很忙 都要 都每一天都来清静主 听神的信息 听神在教导 我们 让我们的心灵 离离内内都清晰 所以接下来 将自己的心也献上 因为献上给我们的 上帝 我们的爱 感谢赵美主 既然是做祭物 辨认 凭神 享用 对不对 使用 所以我们献上给主 享用 使用 我们只有 完全的顺服 心靠以顺服 然后牺牲 愿意站在死的地位上 为主活着 我们每一天都 献上为主而活 我们的肉体死了 我们的肉体不要说 看着这个世界 别人做的是为什么 我不可以做 OK 我们不可以做 因为我们是献上给主的 献上做活地的是 有史与留学的行义 所以为什么 我会 这个礼命之两事 今天呢 因为有看到镰刀 镰刀就是Sickle 在骑士录第14章 那边从14节 接到最后那边20节 然后又看到血 对不对 所以这边也讲到 现上做活地是有死的 有流血的行义 也有生命跟活的一面 也有生命跟活的一面 好像水这样 就是活水 活水就是心的生命 不是死而没有用的 来是活就为主用 现的用彻底 越能够为主使用 这样的奉献 这样奉献的生命是最有价值的 否则呢 与神没有关系 只有线上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 是理所当然了 当然很多的基督徒 如果没有每一天听进主的话 读到这个礼命之两节的 真的太有压力了 非常有压力 怎样怎样去现了 怎样怎样 OK 很有压力 当时神这两年里面 两年多了 一直在带领我们一大群人 这样走过 我们走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用父亲的肚子伸出我们 是来献上给主 是来帮助这个世界 是来救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向主耶稣救世界 只有主耶稣能够救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陪伴着主耶稣 陪伴着主耶稣 就跟他一起工作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 你将会与我做完做光 因为你在世间的时候 已经为跟作我一起了 就像那些门徒使徒们一样 好 我讲到这边 我还是继续经文 为什么呢 因为电脑如果久一点不动了 他就按掉了 那如果大家看到十五十六 我刚才讲到看到镰刀跟那个血 然后呢 在第八篇篇篇篇篇也有讲到 万能神主权总体防回 那等一下再讲 今天就是神在跟我们讲说 他要来管制整个世界 当然是基督徒还没有收回一切 之前基督徒要经过很痛苦的日子 因为当到时候 还有很多人不承认主 还有很多政府或者是那些恶人会逼迫基督徒 所以大家留下来的人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要坚持到底 到时候没得选择了 那是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这一群人两年来 我们选择对的就做对了 但是没有做的对了 就要经过下一个很大的考验 好就从《奇事录》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开始 讲到镰刀 那一汉在观看 看有一朵白云 上面坐着的好像是人 好像是主耶稣 他的头戴着金罐 金罐 Gold crown 手拿着锋利的镰刀 He has a sickle in his hand 然后素杰有一位天使呢 就从殿中走出来 杨生像坐在云上的那尾像的主耶稣说 挥斗你的镰刀收割 挥斗你的镰刀收割 当然这个大片使出来的 就是收到这个命令从阿爸付来了 第三的专家已经熟透了 第三的 这些神准备这些神准备 就是哈佛 哈佛已经手头了 专家已经手头了 可以收割了 十六节 以示坐在云上的那位 变向大地 可以挥动镰刀 挥动镰刀,然后把地上的庄稼都收割了 OK,主耶稣收割了 好 我相信不一定这个就是讲到 现在被提的收割回家 收割回家,这是被提的疫情 那接下来是什么呢? 17节 另一位天使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从天上的殿中走出来 这是第2个 18节 又有一位掌管烈火的天使从祭坛那里出来 OK,另外一个天使 掌管这个火的 这天使出来了 手对手拿镰刀的天使 对着手拿着那个镰刀的天使 我们不是 上面 156节那边是讲到主耶稣拿着镰刀收割了 这是我相信是这一次的收割 那接下来是两个天使 一个天使就从 建立出来拿着镰刀 然后这又有一个管制这个烈火的那个天使 对着那个镰刀的天使 不是对着主耶稣 对着另外一个天使说 回得你锋利的镰刀 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实吧 所以呢 这一次呢 是天使跟天使在讲话 就是你要去收割了 OK 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实 大家知道主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啊 我们是枝子啊 主耶稣是葡萄树 那果实 果实 OK 他们已经熟透了 OK 那这个果实很凄惨了 为什么呢 19 于是呢 那天使挥动镰刀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他丢到上帝的烈鹿的大杂酒池中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边也是 讲到审判 OK 讲到审判 昨天神说2020年是审判的开始 真正的审判的开始 所以呢 留下来的基督徒 经过这些 患而这些 这样 逼迫这些是因为 他们没有准备好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 主耶稣讲过 他来的时候像一位贼 但是基督徒没有准备 所以他们要经过一个审判 不是说我们狠心 不是神讲过的话 他就会施行 但是希望 神大大的怜悯 那为什么 讲到这边 主耶稣没有来啊 主耶稣没有来 为什么 太心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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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20节 不逃在城外的炸油池中被 被踩踏 被踩踏就是被逼迫了 血呢 就从炸油池中流出来了 流到马的 锦黄 就好像马的鼻子那边 流了三百公里 流了三百公里 那么远 就是很多血流下流出来了 好 讲到这边 主耶稣一直讲 他来的时候 像一位贼 他来的时候像一位贼 就像主耶稣在阿摩斯 第三章第七节 主耶稣 上帝还没有实行他的 计划的时候行动时 还没有行动时 他一定跟他的众仆人讲 当时众仆人讲了 人又不相信 教会又在睡觉 所以为什么教会要经过审判 所以没办法了 我们真的 我们也计量了 我们也计律了 我们祷告了也祷告了 跟人家讲的也讲了 当时我们当中如果还在睡觉 没有跟别人讲的话 那就很凄场了 大家计量跟人家讲 主耶稣就要来了 希望还有一个机会 虽然只剩下一个星期 还不到一个星期 所以希望大家做得到这一件事情 好 那我就看 昨天 这是昨天 昨天 虽然生病 但是看到很多异象 为什么呢 在我们身体暖落的时候 属灵就很强壮 所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异象 那我就从 这是正月一号看到的 走到后面 是 今天二号看到的 那 我就从 今天 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 我看到 在第一那边 说今天是主的主字 那我现在 才明白 为什么 才明白 是什么意思 因为后来看到血嘛 又看到镰刀嘛 就是讲主的日子到了 OK 主的日子到了 好 接下来 这个字 这些字是写 是金色的字 就是很重要 很宝贵的字 所以用金色的字 OK 那 讲到这边 我看 第八那边有没有 有一个姐妹 就是看到一个姐妹 一个圣徒 从 东方那边 跑出来 OK 从 右边 跑出来 拿着一个 banner banner就是布条这样 那 写作 G A S T R O 什么意思呢 G A S Gastro Gastro 什么是Gastro 然后给我聪明 就是 God Almighty Sovereignty OK to return of all 就是说 我们的万能神 主权 我们的上帝 主权 总体 反悔 可以想象得到吗 所以主耶稣 回来的时候 带着他的金饼 147天 来 来解决这个地球 OK OK 那接下来呢 15那边是讲到那个血 然后那个镰刀 我已经讲过了 好 你有看到一个字在17那边 讲到不容易 17那边有看到字 好像一个手机电话 好像电脑这样 下面就有新闻这样出来 新闻 新闻就是想现在发生的 现在还是将来叫发生 还没有发生 就是一直走过 一直走过 然后上面讲的什么 不容易 什么不容易呢 什么不容易呢 没有主耶稣的救恩 不能够到父那里去 还有一个 留下来的人的生活 真的不容易了 每天有各个新闻 战争的天灾地乱 必破了这些 所以不容易了 好 讲到这边 还有一个 18那边有看到BC BC 也可以讲说 公元前 公元前 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 被提是不可能的这件事 所以也连接到这个不容易 所以就算要被提 那时候的人都不能够 所以要主耶稣的救赎 因为主耶稣是道路真理 什么 大家要记得 在灵界方面 有灵界的战争 在灵界方面 有灵界的规法 有他们的法律 所以不能够说 我要怎样就怎样 我要做什么就是什么 OK 我就能够到主耶稣 一只得救 一眼得救 太翻腾了 好 接下来 8点02分的时候 两个分钟之后 就看到这个画面 下面都是红色跟紫色 红色跟紫色就是亡了 再上去一点 就看到被提的门 好 那讲到这边 我们就看十三 十三是昨天看到的一项 下面就看到红色 然后也是紫色 紫色再上去有被提的门 然后再上去又有video 这样的video 就是评 评视 video这样在上面 那昨天讲的是 我们这一群人要回家 然后要回家 这个已经完了 也是说已经完了的时候 OK 的时候就有这个流血了 所以之后就想到这个流血 然后讲到这个镰刀 还有十六那边 也有看到两个video 但是他当中的风格一个蛮大的风格 所以我现在才明白是什么 上面一个video是我们这一群回家了 我们这一群的准备好的基督徒 那留下来就下一个video了 下一个video 所以他们要经过这个必破 然后就像启示录第14章后面那边讲的 不是前面是后面那边讲的 OK要经过必破这些 好那第二那边是看到什么 就是之前神一直提示给我 有时候我没有画 因为很难画也 那上一次的布置认为说是最后一个布置 但是呢 这一次真的 这一次我不能够照给大家 因为到时候到七号八号的时候 我再照给大家 就看到我的布置到最后一面 因为我通常每一次用两面 为什么 当时我只画一面 那背后一面呢 就被那个印什么就弄到了 所以就不能够用了 所以每一次用两面 那最后两面呢 就是九号的 就是正月九号的最后两面 OK 到时候我一照片给大家 但是现在 记得我讲的这句话 后面的两面是最后一天九号 OK 但是我相信我没有到九号了 只是说东方是九号 我们这边是八号了 好第三那边 看到三 然后四还没有完整 我根据我所知道神给我的聪明智慧 就是三也是乐 乐呢 完了的时候是在星期三到星期四 当时星期四还没有完的时候 就是东方那边星期四 还没有完整过一天的时候 已经背提已经发生了 OK 所以背提是在星期三星期四当中 从东到西是一天 完了 当然 一起上去了 但是只是东方跟西边上差了一天 这个根据 根据国际的时间 好 接下来是看到一个瓶子 上面有一个 蛮复杂 但是我画不出来 我整个画简单 就好像你洗洗车的时候 他有那个喷喷的东西 喷喷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家里不是碰那个玻璃门 什么碰那个药水 然后把它擦擦擦 差不多这样 倒是会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这个是碰什么 我相信就是一个气压的问题 就讲到气压 这个气压就是一个能力 拉我们上去 推我们上去了 好 接下来第五那边 我是听到声音说 说不要 五点之后 不要拜访你的朋友 五点之后 不要拜访朋友 那当然东方 如果五点还是凌晨 你不会拜访朋友 你们没问题 但是在西方 我们就要注意一点 就是五点过后 不要拜访朋友们 为什么 因为当你消失的时候 OK 在某个家里消失的时候 他们找不到你 等下认为 认为别人知道 那个人曾经到那个朋友家 然后没有看到你出去 那时候你的朋友就遭殃了 没有背景就遭殃了 为什么 政府已经认为他 杀掉了你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去麻烦别人了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第3是哪边 OK 第3是讲到星期三 星期四 第3连接到第10 第10是讲到时间 星期三星期四 那第10那边也有看到 是昨天看到的一项 所以他的这条针 这条针是指着 1已经过了 正月1号已经过了 下午了 所以可以看到 他的针多过一半了 还没有到2 但是东方已经进入了2 所以有两支针 一支针是指着2 一支针指着1那边 然后第14那边 也看到时钟 时钟是这样 看到那个针头是指着1 OK 就是正月1号 这是昨天看到的一项 昨晚看到的一项 正月1号 然后他就倒撞 倒撞他 他是向后对 向后对 转到哪里 转到出现了两支针 OK 一支针变成两支针 出现在哪里 在8点中间的单位 跟9点的中间的单位 就是讲8号9号当中 8号9号当中 好 大家继续努力 要记得我们到了5点 5点就不要拜访别人 留在自己的家 好不好 好 如果在睡觉 那个没问题 好 第6那边是看到 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 交他点 然后有一个close 我相信神是说 我们已经到了 这个十字路口了 到就个决定了 你的决定 一定要很稳定了 决定了 要跟谁都回家 你现在就好好的终缝 我们不是你而已 我自己本身也是 准备好就是 大家上见礼物 信心爱心与盼望 好不好 然后呢 这个门关的时候 就不能够了 好 接下来是看到 不是昨天吗 有跟大家讲说 有看到了 好像龙九峰这样上去 青色的 然后有四方形红色的 那我就看到三条线 这样上去 就好像那个龙九峰这样 但是没有看到 这个四方形的 红色的四方形 就是从上个地方 一个中国 一个马来西亚 一个加拿大 当然我们有一个姐妹 在澳大利亚 也包括这个姐妹在内 好 接下来第九那边 就看到AI 然后二 二还没有写完 OK 二还没有写完 还在等候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二就是回家 然后再上去 就是Emmanuel 就是主耶稣 OK 主与你同在 主耶稣 与我们同在 然后去见哪里 去见阿爸 A就是阿爸父 去见阿爸父 好不好 感谢赵明书 十一那边 就看到一个小孩 很像我的小孙子 每一次会用我的小孙子 有时候很常也是用别的孩子 小 我有没有看到 今天有没有看到别的孩子 忘记了 小孙子 大概小孙子就比罗罗一季的 小孙子的嘴巴 咋得很大 然后为什么 我知道是圣灵的手上 哪个fish 鱼 哪个鱼 哪个鱼 鱼片 鱼 煮好的鱼 所以圣灵就为他鱼 OK fish 为他鱼吃 所以昨天 前天不是讲到 有牛奶好喝 现在有鱼好吃 所以鱼很容易给小孩子吃 所以很丰富的鱼 给小孩子吃 吃的丰丰富富好不好 然后鱼有什么代表是代表 怎样 代表补鱼 我们补鱼是传福音给人 希望他们也进天国就是补鱼了 好 第十二那边看到主的手指做什么 指做calf calf就是十一也是二十 在这些时候 昨天到今天 不久不久就嗅到 不久不久就嗅到 嗅到什么呢 嗅到 嗅到 这个甜品的香味 非常香 非常香 做都很难做出来 非常香 又甜又香的香味 就好像阿嘎阿嘎一样 又不像阿嘎阿嘎一样 阿嘎阿嘎就是菜叶 我们家菜叶不知道中国叫做什么 然后里面有椰浆的 非常好吃 一直嗅到 刚才也有嗅到 大概那天吐出来 这么肮脏臭臭的之后 就进来了